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跟你講我這次跟Tim嫂我們去了東京 然後回來以後 我發覺這個配件 我也要介紹給大家 導演很適合你 因為導演他有跟我說 接下來下半年有可能會出國 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你 我說 怎麼說對不對 先進片頭 好 待會我先直接破題 我這次帶的就是雅果的Grafity X5 的五合一萬用行動電源 怎麼說我說很適合你用 你知道我們出國去任何一個國家 很重視什麼 每個插頭都不一樣 是不是要有萬用的插頭的選項可以給你選 嘿 他都有 你要去哪個國家 完全他都可以讓你使用 那他這次我先講一下 這一個有一個盒裝版 他這一次一共其實出了兩款 但我帶去的版本是 USB-C加Lining的充電線的版本 那另外一個版本是這一個 是雙USB-C的充電線的版本 所以他一共有兩個不同版本 這也就是說如果像導演的話 因為導演還是用舊的iPhone 所以導演就很適合我這次帶去的這個 為什麼呢 我剛剛說為什麼有兩條線的版本 一個是這裡 帶線版的USB-C 然後這裡就是Lining嘛對不對 所以導演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充你手機就好了 另外一個你也可以充 比如說你去日本 你可能會有帶一個別的像分享器啊 然後是需要供電的就可以透過他 或者是什麼 現在有很多那種電風涼散啊 你USB-C就可以直接使用 但如果你今天是新的iPhone 或者是安卓手機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雙USB-C的版本 這很好看喔 雙USB-C有什麼好處 比如說你今天有iPhone 15 Pro 然後你剛好又要充你的iPad 是不是兩條線就可以充過去對不對 所以這個版本呢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適合你自己的Device 你可以自己去看說 哪個Device最適合我 那這兩個部分呢 它的單孔的輸出 你剛有沒有看到我這樣有兩條線嗎 它的單孔輸出的最高支援到20W 那如果你是五個裝置 我剛講五合一嘛 剛才只有講其中的兩個而已 如果五個裝置同時充電的話 它最高的輸出可以到15W 導演你知道它這顆內建多少容量嗎 拆一下 拆給我送你 因為我覺得好用 所以我可以送你 15000 好那這顆送你 好險我這顆 真的 我介紹完再送你了好不好 那我們再繼續喔 所以第一個 它可以最高支援五個裝置 然後五個裝置同時充了可以到15W 然後它那邊上面這一個 其實是也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什麼 這個叫磁吸的充電區 它也可以有正高四公里的一個台階的設計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在使用無線充電的時候呢 可以很輕易的幹嘛 可以對到 你知道有時候它沒有凸出來 你就這邊很難對對不對 你看 你看我這樣是不是就對到了 而且有些安卓手機的那個後鏡頭模組 越來越大塊 答對了 太大塊 如果你沒有這樣設計的話 會卡你的鏡頭 而且它的磁力人 你看 是不是磁力超強的 答對了 它磁力人超強 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 隱藏式的一個抽拉的一個指甲 你知道在哪裡嗎 在這裡 隱藏式的 你看 這個指甲可以幹嘛 比如說你說充電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子 橫著 然後呢 把線插上去充嘛 另外一種呢 是你這樣橫著呢 還可以看影片 然後或者找資料 另外喔 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就是有時候你用行動電源 可是行動電源呢 它都用燈號表示 可是有時候燈號你會覺得 還是有點不安全感有沒有 導演 有時候可能三顆燈 四顆燈 你就不知道說 它到底還有剩多少的電量 準確度啦 沒錯 準確度啦 所以它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 它這裡呢 有一個 你看我這個電路 我目前的電力還有69% 它有一個LED的數字顯示 另外它還有一個快充的一個指示燈 它可以辨識我們現在的充電的效率 不會有這樣子而已喔 我們剛剛說過 它有附一個多國的轉接頭 它很適合你在旅行的時候 暢通無阻 而且我跟你講喔 剛剛跟導演說它有萬用插頭嘛 但你知道萬用插頭 其實每一個呢 它都是一個很安全的一個卡扣 那這個卡扣呢 你就卡上去以後呢 比如說你在這邊 你這樣卡上去 欸 你就可以 這個是英國的那個插頭嘛 你看 就卡住了 所以很適合你全球來使用 那另外呢 有些人就說 欸 聖哥 啊我的手機沒有那個MateSafe 沒有那個磁吸 那可不可以用 可以 看喔 它這邊還有多了一個這個 它這個呢 就是你可以呢 自己DIY你的MateSafe那個磁圈 那你把它克制完以後呢 你一樣 就可以 一樣就可以吸上去了 是不是也是不錯 老闆我問你 那我耳機 AirPods可以放在上面充嗎 這裡嗎 完全沒有問題 你等一下拍你就知道 我這邊呢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AirPods放上來了 另外呢 這個是有帶線嘛對不對 然後呢 你有沒有看到它上面這裡 它這裡也有一個USB-A跟USB-C 你有發現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同時你帶線充 然後這裡呢 也可以直接充 是很棒 另外喔 帶那麼多東西 還是要有一個收納袋 你看它有一個收納袋 你就可以把你的那個萬用插頭 收一收 對不對 把它收好 然後 折好 一樣 丟進去 這樣子 還沒完 我們可能帶一條 把這個好了 C to C的線 然後呢 你看 放進來 照一眼你看 這樣就可以帶著走了 因為有時候你的背包裡面 然後你有時候包包背包如果太大的話 早期內裡找不到 這樣一帶就很簡單 那有時候呢 像我這次你知道我把裝一帶有一個好處 海關呢 說我包包 我沒有把信用電源拿出來 所以後來我把我包包打開以後 我就這樣 一拉起來 我就把它放在那個 過安全 所以完全沒問題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它這次的顏色 它這次的顏色 也共五個顏色 有藍 灰色啊 然後還有一個蝶豆藍 還有一個 均綠色 還有一個沙漠 還有一個黑色 我現在這個黑色 這個是我們剛說的 它有一個均綠色 它就是均綠色的 那你個人最喜歡哪個顏色 老實說 我這一個人 均綠色 還有 黑色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打電話去要的 我就要這兩個色啊 不是啦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你當然可以選擇 藍灰色或者蝶豆藍 像我自己就喜歡這種 你看 這一顆就是黑色的有沒有 黑色的是百搭色啊 對不對 然後這個均綠色 是我自己喜歡的顏色 我自己啦 我自己在東京的使用心得是 有時候呢 你今天有帶些的一個好處是 你有時候就可以不用 再額外帶其他線出來 那當然有些人呢 會想說 你今天是情侶 像我跟Tim 我跟Tim是夫妻 像夫妻要用的話 那我今天如果沒有帶均綠色的 那我帶這顆黑色的去的話 我呢 就很簡單 你自己的使用呢 你就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是真實實用情境 我自己呢 好 假設好 像我這個 我自己的 15 Pro 我就這樣接著 然後另外呢 我這條線呢 就給Tim少了 對不對 但它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你就不用額外帶插頭 為什麼 因為呢 它這邊有剛說的外用插頭 所以你今天呢 在飯店的時候呢 你回到飯店裡面 然後插上去 就幫它充電 所以隔天拔就走 我覺得插電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方便的 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出國呢 就很喜歡帶有那種 帶插頭的那種行動電源 你喜歡嗎 我喜歡啊 送給我當然喜歡啊 好 那我們今天開箱到這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買的話呢 我會把雅果的相關的資訊呢 放到資訊欄 跟自己留言第一折 你們再自己去看好不好 好那 導演 拿去啊 好 我跟你講我這個說到做到啦 這套先我不給你 但是我可以給你這個 要不要 整袋拿走 耶 謝啦 等一下 你沒有要出國 你要整袋拿走幹嘛 可以 東西可以先有啊 出國隨時可以出國 但是 你總不能出國前 誰在那邊搶 你只要買 等一下 可是你有跟我說 你想要換iPhone16 那你Lightning就沒有用了啊 可以先有啊 可以先有啊 拿去拿去 你管我那麼多啊 好啦 那我們就先這樣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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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